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到Linu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26讲 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前一讲的内容 我们前一讲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了我们Linux操作系统下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VI 文本面积器VI,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内容 那么主要介绍了VI是一个什么东西,对吧 以及VI基本的一个这个使用,然后呢介绍了VI的三种模式 VI在使用过程中三种模式以及不同模式它们之间的一个切换 那么了解了VI这个编辑器以及VI不同模式的切换呢 那么我们本讲就是我们这个Linux操作系统基础片的最后一讲 那么我们就会来讲具体在VI的不同模式下 我们常用的一些命令是什么 我们用什么样的命令来进行VI编辑的一个操作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VI的常用命令 那VI的常用命令呢,我们主要是在三种不同的模式下 它有不同的命令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一个呢,是我们的命令行模式 command mode 一个是最后行,一个是我们的末行模式 Nastline mode,一个是输入模式 那么在这三个模式下,它的这个命令呢 我们说输入模式是最简单的 因为输入模式就是直接在里面输入文本 输入文本 而命令模式和末行模式呢,都有相应的命令 末行模式呢,主要是用来进行一些文件的保存 退出啊,更新这个这个等等啊 和设置一些行号啊,取消行号 以及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拷贝 移动这样的一些功能啊 而命令模式呢,主要进行的是光标移动 还有就是删除,字字粘贴等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不同的命令 好,我们先来看命令模式下的光标移动 啊,光标移动 我们会进入到我们的无邦图 啊,我们看已经进到了 对,已经登录了 我们进到我们的命令窗口 或者叫做字符窗口啊 然后呢,我们VI 假设我要编辑一个VI 然后呢,我们给一个WJ3.txt 或者我们给一个什么呢 给一个Java Java,Java程序吧,对吧 Java Java1 或者叫做first.java 对吧 好,然后进来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你看你按T按R 你看都没那么反应 对吧,你按按这个输入都输入不了 对吧 啊,那我们要输入的话呢 我们要进入到什么 进入到输入模式 我们说有IAO,对吧 但是我们在命令模式下 我们可以移动光标 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键来移动光标呢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 什么键 我们说有K是向上 G是向下,H是向左,L是向右 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啊 L,我们先要进入到我们的I,然后我可以进行一些输入 对吧,然后我A,我又可以进行一些输入 然后我O,又可以进行一些输入 对吧 然后呢,我们在O,又可以输入 然后呢,我们在O,又能输入 对吧,好,然后呢 我们这个是 回到我们的这个 命令窗口,我们来看一下J K 大写的KL 对吧 好像在我们这个VI下边 在我忘记这个VI下边 好像不能够直接用 对吧,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但Cookie实现呢,可以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扩展配置 然后O,我们说是移动到行手 Dunner是移动到行尾 大G是移动到文件末尾 以及移动到文件手 那我们来试一下这四个命令 现在我是命令模式 O,你看是不是运行到了行手啊 0,不是O,O是那个0 然后Dollar 我们先输入吧 G,你看行手 对吧,然后Dollar行尾 对吧 G是行尾 Dollar是行尾 然后呢 0是行尾 然后呢 G是文件尾 1G是文件手 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 1G,你看文件手 G 文件尾 对吧 然后0 然后这个是Dollar行尾 0行手 看到了没有 我按Dollar 我先按Dollar 你看回到当前行的行尾 按0回到这行尾 按1G,你看回到文件尾 按G 回到文件尾 按G回到文件尾 这一行 对吧 OK 然后按K 你看 现在我按K 光标向上移动 按J 你看光标向下移动 按H 按R 你看光标向右 看到了吗 光标向右 然后按H OK 光标向左 对吧 按K向上 按G向下 按L 你看向右 按H 向左 OK 可以的 对吧 刚才为什么不可以 刚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 那个VR的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还没有输入内容 都是空白的 对吧 它调整不了 你没有内容 对吧 你没有内容 好 然后如果你是NG 就会移动到DN行 然后N加和N- 就会移动 像N加是向下 N- 是向上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那我现在假设 我现在是要移动到 2G 你看 这是第二行 然后呢 我用向下移动 N1 我向下移动 没进去 我向下移动 比如说 1 1 向上 1- 1- 你看它就向上了 1- 你看到没有 就回到上一行 然后2加 你看就跳到下面两行了 2- 你看又跳回上面 上面了 对吧 2- 你看又跳回上面了 2加又跳回下面了 对吧 OK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光标移动 对吧 啊 很方便啊 好 然后呢 我们说可以支持删除 X是删除光标位置的字符 DW删除当前指N DW删除N个 DD是删除行 NDD删除N行 对吧 然后N1到N2的D删除N1到2行 对吧 那我们来试一下X X 然后呢 再试一下DD和NDD 这些是比较常用的 对吧 好 比如 我现在让我的光标 回到我的2- 对吧 回到这个地方 让我X 你看删了吧 XX删除当前 那个了 然后DW你看 将当前这个词给删掉了 对吧 然后DD 这行都删了 对吧 然后假设我删2DD 看 从当前行以下的两行也都删了 对吧 再输入一些 OK 对吧 好 然后呢我现在假设是 2 3 DD 对吧 我要用这个 我用这个里面的这个什么 N1N2的D 来删除 我们来试一下 好 2 3 D D 对吧 2 3 D NDD 啊 好 复制和粘贴这个2和3这个D 删除N1到N2行 好像我没有实现啊 是这个 我试一下 这个好像是在最后行模式吧 最后行模式好像能用 这个在这个我们的命令模式下面 用不了这个逗号啊 比如说我的1 3DD 你看 没有反应对吧 如果1 3DD 1 1 3D OK 你看是最后行模式吧 对吧 这种说的它是最后行模式啊 这张写 写的时候 写错了 应该放在最后行模式去 好 那这边 好 这边 放在这儿吧 啊 这边 好了 好 然后是复制粘贴啊 复制光标所在的词 YW YY是复制行 P是在多少行下面粘贴 NYY是复制多少 從多少开始的N行 对吧 啊 我们来试一下 为了我方便呢 我可能要 怎么 再多 再多输入几行 OK 现在呢 假设我要 把跳到 上面的 两行 然后呢 我们 YY这一行 然后呢 我把光标移到 下一行 然后呢 我用E加移到下一行 然后又有P 你看 粘贴了吧 如果我还想粘贴呢 P 一直粘 对吧 好 那如果我是 嗯 再移到下一行 E加 然后呢 我YW 然后P 你看 它会在当前光标位置粘 看 站这个词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啊 如果你要复制N行呢 你就NYY了 对吧 你会跳到 比如说我现在要跳到 跳到这个4 跳到这个 上4行去 再跳一个4行 假设我再跳一个1行 再跳到下面来 好 这一行 然后呢 假设我要复制3YY 我就复制下面的3行 然后呢 我跳到 跳到行尾 跳到这个 然后P 你看它是以3哈3行的站 看到吗 看到了吗 OK 啊 好了 这个是我们说的 关于复制单贴对吧 那复制单贴 除了命令模式呢 我们说在最后行模式里面 也支持拷贝和移动 比如说我要从N1行到N2行 拷贝这个N1行到N2行 在N3行之后 或者是移动到N3行之后 对吧 那我就用CUN和M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比如说我现在要把 2 4行 拷贝到 第3 第5行 对吧 我们回车 2 4 CUN5 版本 没有在这个版本 这个名字没在这个版本 哦 那就是我们这个版本 不能用我这个秘密 我看一下 CUN3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移动呢 是不是这个版本有支持 2 4 嗯 将2和4行 移动到 第7行 OK你看 为了我们区分啊 为了我们区分啊 我们把这个内容稍微变一下 嗯 删除我们说用DD 好 我们把这个内容为了区分 好 重新出一下A B C 好 然后第二行 A B 第二行CD 第三行 E 然后第4行 TT 第5行 第5行 66 第7行 88 OK 好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最后行模式 啊 我要把 第2行 到第4行 是不是就是CD EETT 移动到246 第6行的后边 第6行是66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88 CC 是不是第6行是88 然后CD EETT 是不是移动到8的后面了 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拷贝呢 我要把现在的第2行 第4行就是6688CD 考贝到我们的第6行 OK 考贝 CO好像多了一个人 2到4行 CO6行 OK 对吧 考贝过来了吧 6688CD 考贝到第6行了吧 OK 好 不是版本哈 我们刚才那个命令是 有错哈 有错 我们刚才命令这个地方 多了一个N 这不是N 应该是CON3 CON3 我们刚才多打那个N 好 那么我们刚才就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什么 关于我们的拷贝粘贴 对吧 复制粘贴在最后行和命令模式下怎么操作 那么最后行模式 除了我们刚才应用到的这个删除 粘贴拷贝移动这些啊 那么我说最后行模式呢 它还有关于文件的保存 退出 那么W是保存 W保存 是不是给文件名 它默认保存你进来的时候的文件名 如果你没有 你VI没有进来 进来的时候没有文件名 那么你保存的时候就要给个新文件名 Q是退出 退出 退出是说你保存后会退出 如果你没保存退出 退出不了 除非你强制退出 Q探号 如果你要存盘退出就是WQ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我现在要退掉 你看是退不掉的 因为你没保存 除非你强制退出 对吧 那如果要保存WQ 退掉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VI的这个什么 first Java 它的内容就已经保存了 对吧 然后 如果我们想 来到 最后一行 我想再增加一个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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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对吧 然后呢 如果我不存盘 我想要退出 必须要强制退出 OK 那你再进来看一下 你刚才这个接接接接 它就没有 没有存进去 对不对 那如果你想要保存成新的文件名 比如说你要保存成 TT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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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但是你没有退出 对吧 然后你现在退掉 你看一下你当前 目录下 除了有一个first Java 还有一个TTT 看到了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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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保存成新的文件名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于 VI的基本命令操作的一个介绍 好 那么大家一定要掌握我们所说的这堂课给大家讲到的命令模式下的光标移动和删除三行三字符三词对吧和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有复制行和粘贴行对吧比较重要 然后还有就是最后行模式下的关于保存退出和这个删除拷贝移动 那么还有一个呢 嗯这个设置行号和取消行号 这个呢 嗯 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个不难啊 就是我们要我们为了就是我们在进行特别在进行一些程序代码编写的事 我们经常是需要进行行号的有些定位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什么 我可以用这个命令来进行设置行号和取调行号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我VI first Java 我就setNU 你看这行号就出来了 对吧 那我再set 安 NU 嗯 set 我看一下它的那个叫什么 setNoNU setNoNU ok就没了 对吧 啊 那如果你setNU有了以后 然后你退掉 然后你再进来 我们看一下 你看它是没有的 啊 你就说你当前这个最后面 set它只是在当前的这个窗口里面有效 啊 它只是在当前这个窗口里面有效 啊 你想进新的就没了 对不对 那这样叫进新的也有那怎么办呢 就要通过我们的进阶片要讲了VI的扩展配置啊 啊 来进行一个通过一些配置文件 通过一些配置箱来进行配置 它才能永久实现显示这个行号啊 啊 好了 那么我们本讲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整个Linux操作系统基础篇 也给大家介绍完了啊 啊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那么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 我们麦子学院的网站上呢 我们进行交流 好吧 啊 好了 再见啊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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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